收到每一次上課的話 那你就自己點進去 那影片就在這邊 那我每一次上課我會先做一個重點提示 確定說你是不是有做到這些動作 如果你有表示說你回去有複習 或者你已經本來有會的 那如果不會的話你記得請你一定務必要回去確認 你是不是做到了這些動作 第一個的話呢 你會不會使用ChallGPT 那ChallGPT有 登錄跟不登錄的使用方式喔 有沒有 我是建議你們登錄啦 登錄很簡單你就先用Google帳號登錄 我自己都這樣 是最簡單的 因為你只要Google搜尋一下這個關鍵字 ChallGPT嘛 然後這邊第 應該第一個這個啦 然後你就是會看到一個TryChallGPT 對不對 那因為我已經有登錄Google帳號了 所以呢你就是直接按登錄 然後呢你就選擇 有沒有使用Google帳號登錄 繼續 這樣子你就可以開始使用 ChallGPT了 他怎麼這麼大 Ctrl- 對 因為Ctrl-加Ctrl-減是 放大縮小 可能因為放太大了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問題 丟到這邊 有沒有 就可以讓ChallGPT 幫你回答問題 但是你說不登錄跟登錄有什麼差別 好像我試過 就是第一個 沒有登錄的真的比較 沒有 那麼厲害感覺 而且比較容易出一點點小錯誤 我不曉得他沒登錄是不是故意留一手 還怎麼樣 就是有些地方可以塞一個錯誤訊息 登錄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 好像比較沒問題 另外的話呢 沒有辦法上傳 有沒有 如果你有登錄你可以看到回文針 如果假設你沒有登錄就沒有回文針 當然 這個部分我是建議你們確定說你是會 這個ChallGP 第二個的話呢 會不會利用那個ChallGP幫你產生公式 那上個禮拜我們有做了一個題目嘛 比如這個 叫做 文字與真項函數的這個練習題 那我的需求是 把 這個手機號碼本來是空的嘛 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有寫的VBA嘛 這邊不是有一個安全性警告 那只要是VBA 的話 他啟動的時候都會第1次的時候 第1次而已 第2次第3次就不會了 會一定要啟用內容 如果你沒有啟用內容你去執行他有沒有 不要按清楚 他會出現錯誤 他這邊會跳一個什麼什麼錯誤 你一定要啟用 有沒有這邊會出現無法執行聚集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啟用 所以如果你要正常使用的話 記得一定要啟用內容 這一點可能要跟各位說一下 啟用內容一下 OK 那就清楚 有沒有上個禮拜寫的 我記得上個禮拜我們是做了 最後是做這兩個按鈕吧 而且 其實已經開始在寫VBA的程式了 那以前如果要 能夠寫出像這樣的一個程式的話 那學很多之後才有辦法到 寫到這邊 現在我覺得已經很蠻快 這個上禮拜講過啦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 影片都有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方選 有沒有 我上禮拜好像特別強調VBA 以Sale裡面的VBA有兩種形態 最常使用的 其實應該有三種 第三種其實沒有人在用 所以理論上你就記兩種 第一種是 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的話呢 其實使用的方法 跟我們平常用的方式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就是 我先把這個清掉好了 就是游標放這邊 之前我們 插入函數的時候 那我們會找哪個函數 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應該是沒有一個函數 剛好符合 你的工作需求 所以如果你想要 寫出一個完全 FOR你的工作需求 的一個函數的話 那你要學VBA啦 OK 所以你說為什麼需要學VBA 如果你希望量身定做 讓你的工作 更有效率的話 那應該 這個是很有價值啦 OK 那你說 不這樣做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就寫一代一代公式嘛 每次就再來一次 那不是浪費時間嗎 所以如果你那個工作是蠻固定的 然後呢可能就是 只要給幾個參數 就得到結果的話 那你就有必要呢 試著把 這個方選的部分寫出 使用的方法就插入函數 他會放在哪裡呢 放在使用者定義 有沒有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假設喔 你的 這個 Excel裡面沒有寫任何 的 方選的話 這個使用者定義就不會出現喔 也就是說我們是因為 有加了一個模組 那個模組裡面有一個方選 才會跳出使用者定義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假設開一個Excel完全 沒有做任何的動作喔 就不會有這個 類別喔 OK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會多一個 我們自己寫出來的 叫手機函數 那使用方法還記得吧 很簡單嘛 你按個確定有沒有 他跳 第一個 這個 這個名稱我好像上禮拜 只有改一個啦 所以底下沒改 所以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老師這個 這個很OK 這兩個不OK 沒有是因為我改了一個啦 另外兩個其實改法差不多 只是我懶得在改 那你會發現給一個 兩個三個 最後得到的就是我要的 有沒有按確定 向下填滿 就OK了 所以基本上VBA就兩種形態 一種是Function 這個其實 白話的意思應該就是所謂的制定函數啦 他可以完全 針對你的工作需求 把很冗長的公式 變得很短 OK 很親切 你只要給幾個參數 就可以得到你的結果 這個是方法一 第一種喔 方法二的話就SUB 然後這個SUB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 對應的話就基本上有點像按鈕 但你說老師我加了不要按鈕 可不可以啦 你加不加按鈕這個不是一定的 你說不要有按鈕可不可以指示 也可以啊 你說老師這個沒有沒關係嘛 對你看 開發人員裡面不是有個聚齊 聚齊裡面不是也有 手機 有沒有 出來了有沒有 清除 執行這邊 就是聚齊裡面呢 就會出現這個東西啦 所以喔 跟各位順便講一下啦 你說老師 那個聚齊跟SUB有什麼不一樣 跟各位講啦 其實喔 如果你這樣 來 記不來那麼多啊 其實我跟各位講喔 其實聚齊就是SUB啦 SUB就是聚齊啦 只是翻譯的問題啦 OK 所以你說 為什麼我的SUB 居然會出現在聚齊裡面 啊其實 就是翻譯的關係 所以以後呢 如果人家 我問你說聚齊是什麼 聚齊就SUB OK 那只是說呢 這邊的聚齊 跟錄製聚齊有什麼不一樣 錄製聚齊其實是 你自己 把那個 滑鼠跟鍵盤的動作錄下來 變成 一段VBA程式 所以喔 錄製聚齊還有一個作用喔 就是 他可以把你每天 重複 做的 滑鼠鍵盤動作 轉換成VBA的程式 OK 如果你不會寫 所以有些時候啊 假設你有些程式不會寫 大概 以前的話 只有錄製聚齊一個方式 那當然現在有QRGB 你也可以用QRGB產生啦 所以你會發現喔 現在產生程式的管道真的太多了 所以你現在寫程式應該會比以前 真的輕鬆太多太多了 OK 所以上禮拜的重點再複習一下 你先確定一下 你會不會使用QRGB產生公式 然後會不會用QRGB產生 VBA的置領函數 然後會不會用QRGB幫你產生VBA的SARB程式 OK 那SARB其實就聚齊啦 所以以後你看到那個 聚齊的話 反正你就直覺就把它 直接翻成SARB也可以啦 不然名稱太多了 那我上禮拜好像還有提到那個 對岸用語又不一樣 對岸用語 它的聚集 它直接翻譯成叫做 紅 紅大的紅 有沒有 所以你打算看到那個名稱也不要 覺得 很奇怪 那另外的話最後記得喔 如果你有寫VBA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另存為這個 啟用聚集的活躍簿 因為如果假設你前面做了一大 對不對 結果你最後這個動作沒做 你存錯檔喔 那你前面全功盡棄 全部消失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這個最後一步喔 請記得另存新檔有沒有 瀏覽 找到你要放的位置 那就選擇 第二個 啟用聚集的活躍簿 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完美的ending 有沒有OK 所以理論上我們上個禮拜 好快喔 我們就把 CHARGB產生公式 CHARGB產生制定函數 CHARGB產生sub 通通講完了 所以今天喔 我們再看另外一道題好了 把這三個喔 又再練習 只是換一道題好了 這樣我想你們應該 所以這個我把它關掉了 這個我們就ending掉了 那今天的話換一個題目 所以請各位一樣喔 這個範例檔吧 應該知道吧 在雲端這邊上面 你就是在範例檔 把它下載解壓說啦 我是建議如果可以 你帶個隨身碟 或比較方便一點 把它解出來 那我這個範例的話呢 在第一個單元 文字與這項函數 的 我找一個這個好了 151這個 擷取瓜糊中置串 那這個題目的話 一樣喔 我們要做三個練習 第一個練習 當然第一個練習 這邊上面已經有給你 參考答案了 所以你待會只要先做一件事 先把B欄的東西delete掉 當然我controlete一下 這個邏輯很簡單 主要是 應該看得懂吧 A欄裡面有刮符的東西把它取出來 OK 如果沒有刮符就沒有啦 有刮符就抓刮符 這個當然啦 已經給你參考了 其實主要是會用到三個函數 第一個是find 第二個mid 第三個if OK 這個把它delete掉 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 如果可以的話 試試看好了 有沒有 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find應該知道吧 find的話是 尋找 那給他錢瓜糊 意思說我要找錢瓜糊 在第幾個字 他如果找到 他會告訴你 第三個字 有沒有 第四個字 那我要五個字 那就可以取到這 可是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到底 這個到底裡面 瓜糊有幾個字 所以我們可能還要再find 一個 叫做後瓜糊 有沒有 所以把後瓜糊的位置 再減掉前瓜糊的位置 再減一 為什麼要多減一 因為我後瓜糊位置應該是 再減的應該是減 第這個字的位置 可是你如果減的是錢瓜糊的位置 應該會少一 少減一 所以你變成你可能要多減 因為這個是第三個字 我記得 這個應該第九個字 九減掉三 就是六 六個字嗎 不對 應該是五個字 所以減一 那就可以 取得這裡面的資料 OK 所以 第一個 我們可能先用比較傳統的方式 就是 先用一個 公式 裡面用大概三個函數 就是 Find Med 最後 If Air IfAir就是如果沒有瓜糊的話 那就是 把錯誤訊息 過濾掉 第二階段就是 VBA VBA的話就是 這公式有點長 有沒有 我如果不要那麼長 我想要寫一個叫 瓜糊 瓜糊函數好了 這樣瓜糊 他就把字給他 他就幫你把瓜糊取出來 哇 這樣太方便了 OK 有沒有 這一定是簡單太多了 試一下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 把這個 記得範例檔裡面的那個 畫面再還給各位 第一個單元 裡面的 開頭叫151 截取 瓜糊中 自竄 的這個練習題 打開看看 那今天這個範例 主要是 把 上個禮拜 的練習 再重新 再做過一遍 那同樣的方法 如果你工作上 也有類似的 這種需求 你不妨可以多練習 其實用久了 你大概應該 就會比較熟練了 我來講 我來講